大家好我是李欣 今天我們要來測試 網路上所流傳的解辣方法 是不是真的有用 那今天呢我會煮這個辣雞麵 然後呢吃完我們再來試試幾種 有效的解辣方式 GO 好了現在麵煮好了 我現在來拌 它裡面有兩個醬包 一個是這個 紅色的 然後另一個是這個 看起來是什麼海苔粉之類的 這個醬超紅的耶 這是直接 整瓶辣油的概念嘛 可是它超香的 我覺得它 等一下如果我吃下去 它不辣怎麼辦 那我買那些解辣的東西 是不是就沒用了 話先不要說太滿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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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碰到眼睛 如果碰到眼睛齁就完蛋了 好香喔 可是其實我是超級 沒辦法吃辣的人 我覺得等一下我吃下去 一定會不行 好我現在要來試吃第一口 這麵很Q 可是它好像開始有點辣 再吃一口 我怕怎麼會講 越吃越辣 我怕怎麼會講 還是吃進去後 你這邊 會開始覺得很辣 不辣不辣 好辣 喔好辣喔 不行不行 我們現在就來測試 我等一下我不想 網路上說冰水都會有用 我剛剛已經喝過了 我覺得一點魚肉都沒有 下一個東西 牛奶 熬好辣喔 牛奶 沒有用 嘴巴還是一樣很辣 舌頭很辣 喉嚨很辣 都很辣 下一個 奶茶 網路上說奶茶可以解辣 這個原理我不太懂耶 是因為茶葉的關係嗎 因為奶茶的牛奶含量 就比原本的牛奶少啦 好像比較不會辣耶 沒有 只是含著的時候不會辣 吞下去之後又開始辣 下一個下一個 牛層汁 好 好像有一點效耶 是因為它是酸酸的東西嗎 那我想接下來的東西應該更有效 酸梅 我現在試試看 我覺得是因為你現在嘴巴裡有酸味 你可以把那個辣綜合掉 但我覺得我等一下吃完後吞下去 一樣它又會開始辣 我們要找的是一個真正可以吃完以後 解除那辣的感覺的方法 我還有最後一個 方排 方排 小美冰淇淋 這個是網路上大家愛瘋傳的 最有效 最厲害的解辣方法 我先來試試看看 因為我覺得 吃的剛剛那些都是當下 你吃的時候有用 你吃完它就沒有用了 這個真的是最有效的耶 我覺得因為它是冰 又很甜 然後又是牛奶 比其它 柳橙汁啊 酸梅啊 奶茶啊 牛奶還有用 好 最有用的就是這個 小美冰淇淋 影片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的影片 請幫我按分享 並且訂閱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